今天出社会表示,11月8号红业期间团出岸边区的红业路关 有一个月21回台上新提出总控,经济叫救火车 不过对一一救报案,修理派车到便宜,今年要开51分间 今天表示,第一时间,第一名客牛红业转载车在桂林 最爱在桂林派车,后来再改成烟花 因为经济的救火,一分一秒都不能拖 何况也不知道环节的总控,没有有任何的视觉差 我不知道我们的119通报,接到了卫生局的通报 9点28分,为什么自爱安平区健康市街 我们会派到龟仁分队 龟仁分队到安平健康市街要几分钟 我跟议员报告,因为这个案件我们是有专载的专载队 对确定的 所以专载队是在归人 现在只有一个归人 但是我们有7台专载车啊,是不是 但是现在都回归到一般的旧户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119的SOP是这样做,是没有错 这个我有检讨的空间 局长,你知道吗?我在他们9点28分,打了我们那个卫生局通报 你们通报归人 在9点39分又通报永华 这是因为我在9点37分打电话给119 我打电话给119,我打给你的时候已经9点47分了 我打37分打电话给119,说健康市街防疫旅馆需要一台交流车 他们才改派永华 如果说今天可以直接派永华,为什么要派到龟仁? 你们要知道区域性耶 中央疾病管制局在台北吗?台北的地很小,人很多,医疗资源很多 当然他们这样派车可以 我们在安平区的患者,你们居然要派到归人去 请归人的就那个专载队来 我就局长,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 会中企业也进一步要求 在专业路线当中,为了营业可能的禁忌救护输救 所以一定要表明,专业转刷288,空一百空 要不民众如果不知道,一定是较逸逸救 大家新闻,顾文吉林跟蔡宏博的